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姑娘 反正她现在就 我的事 她基本就不往心里去 也不在意 除了包之外 你还有什么事她不在意 那次我养了一只好几年的猫 然后那天我就不小心一开门 她就跑了 我就下去找 我找了好几遍 我就围着小区找了又无数 无数遍 我找不到 我特别难受那天 我也特别着急 我给她打电话 一个都不接 那她就因为这么点小事是吧 那我俩都在一起一天 一年多了 她也知道我做电商 她那个下午那个时间 给我打电话 我特别忙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件事 对吧 我公司那么多人 我走了 他们怎么顾问 你是一个电话都没接 还是接了个电话 知道她猫丢了 我接了电话 我知道她猫丢了 那不就是个猫吗 是吧 丢了就丢了 是吧 你再怎么伤心 她能回来吗 那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只猫吗 对啊 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都是她陪着我 那个猫有多重要 这跟做生意一样是吧 那你这单生意赔了 你只能是后几单生意 补回来对吧 你现在伤心有什么用啊 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 生意生意生意的 你的生意就永远 就那么重要是不是 你的家人重要 你的生意重要 你的朋友重要 我呢 我就是最不重要的那一个 是吗 他那个也很重要 他说的对吗 对 对 男生也承认对 他跟那个我的工作 一样重要 因为我不工作 我哪有钱来养活他吗 你们双方父母知道 你们谈恋爱这些事吗 我爸妈都知道 他爸妈也都知道 你们有打算吗 有打算 有订婚的打算 可是他一直都不去见我爸妈 为啥 因为我没准备好啊 我还没有准备好 面对他的父母 你要准备啥呀 那个婚房还没准备好呢 对吧 现在结婚联傲房子都没有 那能嫁给我吗 他的婚房 他爸妈都给了 买了多少年了 你都空了三年了 你都不装修 我感觉我们吧 还没走到那一步 对吧 这是核心 你们还没走到 结婚那一步是吧 对啊 我们才相处了一年多吧 还没走到那一步 所以你觉得什么时候 才合适结婚呢 等我这边工作稳定之后吧 我刚开始的时候 只做了一个淘宝店 现在我就是连生产销售 我都一起做了就是 卖我们维方那边的工艺品 然后那个工作方面 就比较忙嘛 没时间照顾他 然后他就特别小心眼 现在不理解我了 刚开始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 他跟你分手你认吗 分手的话我不认 那我以前对你那么好 你都忘了吗 那你天天就是工作工作了 你也知道 我每年都有冤枉清单 我都喜欢出去旅游嘛 我也知道他现在忙 没时间陪我 那行 那咱就定个劲的地儿去吧 我就想上个月去上海嘛 我那个团都定好了 就差他付钱了 他不付 他也说他不去 那你为啥要我付钱呢 你自己没钱嘛 那你当初说好的 你挣了钱给我花 你要养着我的 那钱这些事咱也不说了 那出去那么多天 我工作这些事我能放吗 你现在没有工作 说走就走了 我这边怎么办 那咱俩都多久没一起出去 好好玩一玩 好好好 那上次不是出去了吗 那夏天的时候 我喊他 我们俩去青岛玩了 然后去海边游泳 他那个后背可能就晒伤了 然后一个星期才好 回到家 他就跟我说 那我再也不跟你一起出去玩了 为什么不工作呀 我现在就是 我之前学的护理嘛 我就在医院里上班 我觉得特别特别累 我也受不了那苦 天天就是上夜班上夜班的 我跟家里商量嘛 我就说 你们要不就给我找一份工作 你就干什么都行嘛 我就不想在医院待了 然后我爸妈就想让我 去再学会计嘛 那不就正好他公司开着 我也想可以当会计 他又不让 那你学点啥不行 你非得学会计是吧 本人就想看着你嘛 对啊 那我 来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主持人你说 我用他的逻辑来问你 好 认真回答啊 挣钱是不是为了娶我 对 挣钱是不是为了 让我有好日子 是 现在挣了点钱了 对 我想去到上海 为什么不让我去 因为去上海 我没叫你 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买单 让我去 因为他家里生活条件 比较好嘛 但是你说你现在是为了我呀 那我平常 那好 请问 我还是按女生的思维啊 请问 平常你不陪我 你说你要忙工作 忙工作的理由 是为了给我好生活 好日子 对吧 对 现在你的时间都用去给我挣钱了 我要花钱的时候 你又没有钱 那我也没有说是直接回绝他 你就是没给啊 事实 而且你刚才说了 你们家不是有吗 你干嘛问我要 是你说的吧 是我说的 这就是他的心理逻辑 就是这么 你回应一下 那我也不是没陪他嘛 那能给他什么 这个确实是我做的不好 我没说好坏啊 这套路真的就对吗 一个二十五岁的姑娘 然后说 哎呀 你们给我找一工作 不找工作 我就这么 在家吃父母 出门吃老公 老公要不让你吃呢 人现在就是不让你吃啊 人就需要你独立啊 你连独立把自己养活都养活不了 你谈什么恋爱啊姑娘 那我不是想去学会计 你学去啊 那他不让我去了 是你不让他去的吗 他不让我去 是我不让他去的 凭什么你学会计 就非去人家公司呢 你们俩要吹了呢 那我可以再想别的办法 对啊 你想办法去啊 你现在就基本的 对于未来的打算都没有 你就把自己的命运 交到一个男人手里 你觉得你靠谱吗